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起來好像大義一樣 黑曬天那些是大義 天時葉沒有那麼大,很小 這段時間就有這麼大的 是呀,醃魚來了,醃魚來了 這麼高?開醜風吧 梁哥,大味有 我去煎蛋 是紅魚片粥 曬山,外面沒有欠東西 曬山的菜 其實真的要開五個路才弄 這裏有煲粥,蒸糕,炒麵 是否五個都可以 這裏在蒸東西 這裏有煲粥 鱂魚真的好吃 在外面吃可能會薄一點 很少,這裏是厚切 一咬下去 牛魚整裏有絲 炒麵,炒麵 爛了 我們覺得它的醬筋很好吃 它的意思不是很韌 它形容它是醬筋 炒牛魚很簡單,水滾 先放芽菜 先放芽菜 一起放芽菜 很快 水滾 一、兩分鐘已經煮好了 這支芽菜是插門,大味油 肉是比較厚的 普通的芽菜 是比較薄的 感覺會脆脆脆 脆脆 咬下去會脆脆 做的時候最好不要洗 用淡水沖了 不然它很快便吃 用淡水 沒有人用的,很多少人用的 因為產量不多 過源不穩定 如果你買了兩天 又沒有,那就沒意思了 這些大味油我媽釣 很喜歡的,所以都相當不錯 好吃的 我媽釣就像一隻小鯉 一隻小鯉 很喜歡的 你懂得買到 你自己大味油 其實有很多 你去鰻子 不然我去鰻子 你去鰻子 去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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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也行 叫不出來很擔心 天天都是… 今天沒有, 明天又想想辦法 又想要車在哪裡 總之觀到就夠了 這隻有青, 看到不見嗎? 這隻是蟑螂 這隻是米, 這隻是小魷魚 阿喜, 沒空, 我們就給牠剖 剖了, 切好了 我們做得更好 水又變, 甚麼都變 店舖是靠魷魚大致的貨 如果你沒有魷魚, 牠不能拖走 你有魷魚, 我的一滴魷魚 我又說麵, 又說公仔麵 那我就拖走了 然後沒有魷魚, 我就不買了 那樣東西就蓄不住了 你都懂得變, 變得來做 肉餅, 放一些魷魚排上去 就是魷魚肉餅飯 其實很多人買來吃, 我的女兒說 現在有魷魚餅飯給牠吃 做得到, 生好燉了很多 每天都出去吃飯, 又不花錢 又甚麼, 這樣就開心了 你幾個? 兩位嗎? 兩位要等一會 這次做生意, 就用了塔門這個牌頭 代表了很大的驚喜 這星期六全都敷了 好, 完成了 也挺好的, 訂桌 好, 請你選 以前就是用力就行了 因為以前只有一台 現在不是, 現在有時候要三台 或者要分時段 剛開的時候也比較辛苦 因為生意不太好 大概半年多也要虧 經濟也很困難 有時候我們資金上虧本、虧錢 我先出聲, 問一些兄弟 他們會以不用詞地 先讓我去交租 或者先出門給伙計 牠家基本上的親情是很好的 你會在牠家裡感受到嗎 足利六 老闆, 即是我弟弟 我們說笑都說你現在是老闆 真的要生性一點 好, 是 蝦醬、涼瓜 初時開店, 牠也付出了很多 其實整項生意放進去 一家人, 每個人都會幫 其實好像我大弟弟一樣 牠幾乎隔天隔天拿魷魚來 喝不喝東西 喝不喝 汽水 泣在黃線 泣在黃線嗎 是 很難買 你是大弟弟 因為車鏡抄牌 牠每次來都趕快放下東西 有時候拿一盒飯便離開了 抽牌嗎 三百二元, 我會給你 抽牌, 替老闆拿回來 甚麼 我說的 牠是做送魚的 送帶每一個早上 牠都是由黃石碼頭 拿出了魷魚出來 好, 再見 油、紮、鬼 牠運程不好 每一份工作都做得不太長 牠不說, 其實我們都知道 牠自己的弟情看得出 我們都很開心 牠找到這間店 雖然是辛苦一點 但是 起碼 牠找到牠自己的工作 牠找到牠, 牠找到牠 以前出來工作的時候 牠問牠, 你從哪裡來的 我很不願意回答牠 我說我是水上人 頭那十幾年 我都很不願意告訴牠 我是水上人 你明白嗎 那時候水上人 整身臭、聲音樂 整身這樣會笑你 我小時候, 塔門很隔舌 因為這個交通是非常不方便的 很久才去一次市區 多數都是塔門的時間多 老媽子, 回來了 你看, 老媽子, 回來了 大浪 雲浪? 是的 沒有大浪嗎? 大東風 有沒有魚釣到? 沒有, 釣到石頭, 跟著 有魚釣到石頭 這麼少? 是呀, 沒有 柴爐煲茶 柴爐煲茶不夠好吃的 電爐煲茶不夠好吃的 老媽子, 最近多多魷魚嗎? 不是多少 那天只剩五十幾斤 第二天剩十幾斤 十幾斤? 千一天夜剩幾斤 現在有氮氣在 有氮氣在那裡 這裡是我現在住的新屋 舊屋就在那邊 以前舊屋就是一隻船 這條一辣, 現在所看到的地方 全部都是用船推上岸 用石砌好它, 不要讓它左搖右擺 是呀, 用板子搭好整個屋子 就像一隻船, 推上去住的 現在人們開始有富裕就蓋房子 以前泰蒙很旺的, 很多人 以前這些店舖全部都開了 豬肉檔 非法舖 咖啡奶茶檔 這些全部都開了, 飲食 這些豬肉, 這些食物, 這些任何任何任何食物 我在塔門人, 從小就在塔門長大 回來這裡, 人物比較不同 空氣, 又不用太大壓力 可能我不太幸運 有時候有些酒樓結業 我不會不做, 一段日子 在找工作期間 沒有地方去, 不是回來 塔門自己家裡, 或者幫爸爸 釣一下大尾油, 釣一下魚 我也很開心 其實我也很喜歡釣魚 尖於海的食物, 我也很喜歡 第一, 我老了, 可能會回來這裡住 因為塔門是我的家鄉 我不會忘記 其實我想看一間店舖的名字 叫做塔門 因為塔門很少人做飲食 所以有一間名字是塔門 我覺得很光榮 在末尊 寺最愛的聖騎 最愛的聖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